520的就職典禮现在进入了倒数 只不过立法院的国民党团 日前是已经决议 他们是集体不会参加520的就职典禮 理由呢 主要就是因为当天是礼拜一 他们要以立法院的公务行程为主 只不过呢 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 稍早在受访的时候 他也强调了 当天八个委员会当中 已经有七个委员会 已经针对了520的就职典禮 调整了相关的议程 所以还是隔空的向国民党立委喊话 大家一起来参加520的就职典禮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国民党团 我先讲立法院 国民党似乎是一致的决议 是拒绝出席 那就我们努力去协调议程 目前八个委员会 已经有七个委员会 当天的议程已经进行调整 当天的议程 就是立委一同参加520的总统就职大典 所以依据议程 大家可以一起到总统府 凯特戈兰大道一起来参与 所以没有耽搁了议程的这个前提 共事决士 大家决议不出席 那并没有因此冲动 只是我说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要很负责任跟大家讲 我们到520之前 可能都还会有党团大会 会不会有委员在持续 拿这个事情来做讨论 我们都尊重所有党团成员的一个决定 在国民党现在内部我们党团的兄弟姐妹来讲 其实我们的沟通非常顺畅 大家也都可以在党团大会里面 针对时事来去做讨论 调整 以及来做语情的分析 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国民党团很负责任 但是战法战术也很弹性 对重要的是我们传达的讯息 就是我们绝对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听到洪孟凯强调了 目前国民党团的立场是并没有松动 但是洪孟凯他也特别指出了 在520之前 国民党还是会召开党团大会 他们还是会针对相关的时事 还有舆情进行弹性的调整 所以到底国民党的立委会不会坚持 不参加520的就职大典 现在依照洪孟凯的说法 似乎也埋下了伏笔 以上雷返院的精英狀況